这次消息访问中国大陆只有11个小时 但是随同他访问的企业 很多是过去在中国大陆有重大投资的CEO 我们来看以下是12大企业 这12大企业里头汽车业是福斯集团BMW 化工是巴斯福集团瓦克化学集团 制造业是西门子 生活科技最值得重视BioNTech、BNT、默克集团、拜尔集团 另外在运动产品里头 值得注意的是曾经涉入新疆事件 对中国提出新疆批评的Adidas 金融业有德意志银行 能源有Geo Climate Design 是专门清洁能源的能源公司 食品是喜宝集团HIP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